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白鸟有救啦 来的这个伟业 教这个伟小子什么功夫 我们也不会弄到什么贼伯女 欣师傅 欣师傅 你干什么 偷东西啊 别跑 黄先生 黄先生 你怎么了 你没事吧 我没事 那你有事了 我这个送给你 你干嘛 此事大韩 co 送给我的二十两黄金 这也送给你 给我 以后啊 你就好好地过日子了 别把自己再弄得脏兮兮了 这不好多了吗 在下姓慕名义 路过贵宝地 一代替小女念慈 选择一位武艺高超 品德高尚的好汉 作为风趣 若有任何英雄好汉 可以胜得小女一掌一拳 在下愿意将小女取配于她 我来给你的 兄弟 你这么做就不对了 这个上面明明写着比武招亲 你打赢了这位姑娘 你就要娶她 如果你对她没意思 你干嘛要上来比武啊 还有啊 你怎么可以脱人家姑娘的鞋子 还磨人家的腰 反正你总是不对 你做的不对 我就要管你 你是谁 我凭什么按你说的做 郭孝天阳铁心 你们两个叛贼 赶快出来受想来 十八年前 被人当成乱打的滋味 大哥 不好收 你又没有想过 就你和那个姓郭的无名小徒 为什么要被宋宁大举的赶尽杀绝呢 你到底想说什么 快说 那本王告诉你 杀你一兄弟 要你家货人亡的 不是别人的 正是本王 你想知道原因吗 就以为一个宋人 一个贫民 一个乡野匹夫 根本没条件让本王恨你 那到底是为了什么 康帝 你怎么还在用没超风的功夫 你不是答应我大哥 要把这些功夫都忘了吧 那你叫我小龙十八掌 借龙在前 爹 什么 你输给了那个老教花子的徒弟了吗 是的 我感到很羞愧 因为连累了叔父的名声 真没用 那叔父打算 杀了你 是浪费精力 自杀吧 叔父 侄儿死当然容易 只是 叔父可能就会失去 得到九阴真金的机会 是我什么 这九阴真金就在黄药师的手上 侄儿若能赢取黄荣 叔父要这九阴真金 乃是唾手可得 师父 怎么每个人听到这个音乐 都好像感到浑身不适 我却什么事情都没有 是不是因为我太笨了 领悟不到音乐里面的含义啊 你不是普通的笨 你是超级的笨 是吗 你发誓 没有我的允许 不可以将我教你的功夫 传给第二个人 包括我的小媳妇 急功前辈 那晚辈还是不学了 就让容儿的武功 比我强好了 什么 如果她让我教她 我不教她 是对不起她 教了她 又是对不起您 所以晚辈还是不学了 你又啊 那就拿去 拿稳了吗 金哥哥 你记不记得穆姐姐说过 她曾经被一个高人指点过三天 她就是九指神干 红七 红浪前辈 来了 来了 开饭了 你讲这些我老叫花子一窍不通 那就对不起了 这汤就不能给你喝了 金哥哥 把汤倒掉 倒掉啊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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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猜吧 叫什么名字啊 我得蒸豆腐了 错 二十四桥明月 耶 救命啊 好吃吗 金哥哥好厉害 金哥哥不厉害 奇功厉害 周大哥 还有什么荒唐事啊 这老子在道德经里有句话 叫做 山直以为气 当其无 有气之用 遭护游以为是 当其无 有事之用 这句话你明白吧 不懂 懂了没有啊 还是不懂 哎呦 你个笨蛋 这个小子年纪又小 武功却练得如此之醇 难道她是装傻作呆 其实却是个绝顶聪明者 若真如此 我把女儿徐给了她 又有何妨 黄道主 我不可以背信心 我要跟华真妹的成绩 我明白了